在一战的战场上战斗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当你看到潮水般的士兵 英勇地向敌方阵地冲去 却被敌人的机关枪成片的扫射倒下时 是不是很想躲在战壕里 其实你躲起来也会一样惨 敌军威力巨大的火炮 一样可以把你轰上田 当时各国花费巨子 制造了各种类型的大炮 以及海量的炮弹 每门大炮在几天的时间内 就能炮击一千次 这样密集的轰炸 足以把一个个鲜活的士兵 变成一具具残破的尸体 正是这些火炮与机关枪的出现 使得进攻的一方变得异常艰难 战争也因此陷入了僵局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 英军将一种新型的武器 投放到了战场 这些钢铁怪物的第一次亮相 就把对面的德军吓得不轻 英军的这一神秘武器 就是早期的坦克 但是最初这些坦克的性能 却不太靠谱 第一次亮相时 36辆坦克就有一半 因为机械故障动不了 能动的一小时也只能走6000米 即使这么慢 英军还是在他的帮助下 推进了5000米 别小看了这5000米 这可相当于1915年 协约国在西线向前推进的总和 说完了地面上的新式武器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空中漂浮的这个大家伙 它足足有200多米长 20多米宽 这个空中巨无霸 就是德国的齐柏林飞艇 由于体型的巨大 使得他们可以携带成吨的炸弹 这些德国的飞艇 经常在夜间出现在英国的伤空 给英国民众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为了防御德国飞艇的夜间空袭 英国的国土防务法案 还特意规定晚上不需点亮任何东西 以防止被这些飞艇发现 这些新型武器虽然看起来很可怕 但却不能高效率地置对方于此地 于是一种更为恐怖的武器 毒气便应运而生 在1915年的时候 德军就开始使用毒气 先是黄绿色的绿气 后来升级为无色的光气 最后用上了最为恐怖的戒子气 协约国一方自然也不甘失落 同样使用了毒气 互相投毒的双方 把战场弄得乌烟瘴气 于是防毒面具也应运而生 不仅士兵们配备了防毒面具 连马和驴都有了自己的专用防毒面具 虽然交战的双方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式武器 但这些新式武器轮番登场之后 却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旷日持久的战争 仍在不断地折磨前线的士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